不简单呐 看着阳光能获取多少 还不知道呢 导向级永远是作为优先级最高的 必须解决 偏偏加速过去的不能行了 已经浪费了两个阳光了 你不会就把阳光压完就倒了吧 好好好 这个冰车行行行 算是立功了 一个矿工过去不行 但是一个大爷过去就能行了 两个导向级的话 我一个冰车应该能够拿下 并且还前边有了拖延时间的 好像也不行 小鬼在吃 可惜了 先来蹭一蹭阳光吧 阳光不多了 可以 吃上一个也算是一个 下路导向级不解决不行 必须得给它解决了 说话一下 两个这个差不多了 可惜了上路的机枪还好倒得快 下路还是不够行吗 那这个五王就够了 并且还可以把第四路的老子给它解决掉 没问题的 先让它解决了 上台的阳光必须得过去啊 别给黄油 我倒是可以接受的大哥 OK 又来了一个坚果 防御力又有了 没问题 我这一个矿空过去 能够直接吃掉冰瓜 没问题 那这个第二路清空了 就有两个阳光直接暴露在我们面前 超多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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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了 倒你 一个冰车 一个浮梯 我浮了 浮了浮了 浮了浮了 真的姐姐到想起这一路吧 抗住伤害 别给黄油 怎么说炸 漂亮 这波看起来的非常的好玩 下路不行了 这波阳光足够的话 我必须得给它先通关了 这阳光浪费了就浪费了吧 这也没办法 OK的冰车还加速啊 这个白眼也浪费了 但是也说不一定 第一路来了一个高坚果 我是非常开心的 你能少给点黄油 就是更开心的 中路直接来个辣椒 别给黄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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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炸 漂亮 这波最难办的中路 一个辣椒就搞定了 相当的好办啊 还没有什么演我 OK了 OK了 两发三发解决钓鱼 比头手 正好高颜柜吃掉面前的阳光 第二路来不来演员 无所谓 五千多阳光我就说哈了 你最好是别来 你最好是别来 嗯 阳光还能全部好奇吗 真是一路好奇 哎哟 那这一路解决了 那下路两路没有演我 手中还捏了五千多阳光 这样子先存着 存到阳光一样里边 对不对 嗯 相当于我以后至少 这五千多阳光 换你吃鸡味 过分吧 肯定能多分吧 对不对 对不对 哼哼 搞定 早没来过